弧形的收编 所以非常贴手 而且呢整个手机呢 那个手感非常好 很轻 到今天为止 其实3D玻璃的加工成本啊 跟金属加工成本比的话 还很难讲谁的成本 是吧谁的成本更贵 在今年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 再往前走一步 有没有更好的材质 比玻璃和金属更好的材质 我们今天试了3D的陶瓷 这个3D的陶瓷呢 我们用了什么陶瓷呢 用的是 微金钩纳米陶瓷 这个陶瓷啊 它有这种 这个温润的这个手感 这个 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韵 所以呢 整个陶瓷呢 非常好 当然 这个陶瓷最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它坚固耐磨 这个 它的硬度呢 高达 八个 摩斯硬度 它是非常非常耐磨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用这个陶瓷 这个机身的时候 是完全不用考虑它会被磨坏 我们有陶瓷机身的手机吗 这个 在现在呢 可能大家说 哎 为什么小米5全部用陶瓷呢 这个 我们率先使用陶瓷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陶瓷的成本 今天贵 75% 这是陶瓷的 非常的漂亮 这个陶瓷 拿着手上 好 黑的正面是吧 我点亮一下 行吗 这是相机的原片啊 没有PS过的啊 这个 小米5的逆光就能拍出这样的水平来 这是暗光场景的 这是动态场景的 就是 在海上 拍这个 鸟在飞的时候 这个 这个在动态这个环境下 能拍到这样的质量 可能大家都说 这个iPhone拍照效果最好 这个呢 我请同事们呢 在同样的场景也用iPhone拍了一下 我们来认真的看看比较 这是在同样的场景下 使用的iPhone 6S Plus 这边是使用的小米5 同样的拍照效果 同样的场景 这个我们 而且在光线充足的前提下 拍出了两个样张 我们放大来看的时候可能更清楚 在暗部的时候 你会明显觉得 小米5的解析力要高很多 解析力要高很多 颜色的饱和度也要高很多 好 第二个呢 在同样的夜景的前提下 我们拍了两张 一张是用iPhone 6S Plus 一张是用小米5 好 我们再放大 你会发现小米5的 那个噪点比较少 而且解析力也高 这是在暗光的情况下 好 包括拍这种平常的场景 你也会觉得 小米5的暗光处理 会更出色 这就是小米5的三种版本 这个标准版的1999 高配的是60世纪的版本呢 是2299 然后再加上 那个真相版的是2699 谢谢